你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改變思考思維,或者叫做繁析轉移 過去我們在整個世界被全球化和低息環境教育了由2008年開始到現在十幾年 今時今日的世界變了,大家由全球化就變了去全球化 低利率環境就變回正常的利息環境,不是一個扭曲了的利息環境 很多人就會束手無策,因為大家不適應一個新玩的玩法 其實整個世界就是這樣,過幾十年地球模式,或者叫做經濟環境的模式 是會改變,但是大家習慣在一個舒適圈裡面,要重新去適應是很難的 無論是個人,無論是企業,都會覺得現在的環境變了,是環境問題 這樣就在抱怨,我經常說,你不能抱怨環境轉變 東西方是有一個叫做對抗,就是出現了對抗 市場令到它不可能做一個低息環境,變成一個正常利率的時候,就是出現了 你不能去講,叫世界去回以前的環境,去適合你的玩法 這個不可能,唯有是要調整個心態 現在今時今日,持有資產,因為印錢的速度,比印資產的速度快的時候 那些資產就升了,但是今時今日已經是全部變了 那我們要去想的時候,就是要去變回更加踏實了 正正經經地去面對整個經濟環境的問題 怎樣去面對呢?就是說,你在那個企業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個人也好 你會幫到一些人做什麼呢?例如好像是企業那樣 你會幫到他,人家公司,解不解決到人家的痛點呢? 個人解不解決到人家的痛點呢? 如果是解決不了的,人家是不會給你錢去買你服務 尤其是今天呢,雖然是說的是去全球化 但是有很多工種現在是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是可以做 是變成了一些零工經濟的時候 你的競爭對手不是你身邊你見到的人 是全球有一些你見不到的人 怎樣令到自己去增值呢? 這個是要花時間去思考 就算以前成功上了位的人 都給不到答案你,因為那個世界轉得比他快 你現在在大學裡面根本是沒有教授 是能告訴你未來的方向會是怎樣 Check GPT的出現,令到很多工種已經是響起警號 尤其是低級那些 現在美國已經是出現一些編劇,反對用Check GPT 跟著作曲又是,法律又是,但是潘多拉的合資打開了的時候 就不能回頭 因為大家企業都是希望希望減低成本 香港很多高科技都不會是這麼多人關注 但是Check GPT因為很大機會令到那個運營成本減低 反過來很多人對Check GPT就會是很關心 那與其是去擔心的時候,不如要去想 我們怎樣去駕馭這個Check GPT 不是去逃避 那你沒有辦法,即是生存在這個世界的時候 沒有可能不接受挑戰 而現在的挑戰是比我們以前 我的成長的年代是更加嚴峻 那世界已經是出現了這個時候,是唯有去適應 今天想說的改變,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拜拜 拜拜